18日,范冰冰在微博晒出自己天天分享运动健身的画面,却被狗仔频繁拍到吃夜宵,进而被传出缓孕消息的视频。 天尤写道是谁在诋毁我,范冰冰在视频一开始也表示以下内容是在朋友圈发的。 第一天是在健身房里运动,第二天依旧是在健身房里,只是天生教练有男性变成了女性。 第三天的她还是待在健身房里拼命地运动着,第四天亦是如此。 第五天的范冰冰则戴上了前击手套,对着沙包不停地捶打着,这力道也相当的惊人。 紧接着范冰冰也分散了多张此前自己曾经公开过的健身照片,每一次也都是大汉淋漓,特别的努力。 而且自拍中的范冰冰也是追子脸,还有窈窕的好身材。 最后在不少营销号的口中,范冰冰被拍到都是小富龙起疑似怀孕。 她本人也还截图了一张爆料图,上面还调侃她怀的是哪吒,想必她本人对此也早已看看了,并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。